有盜版軟體大王之稱的大陸成都人李翔 雇用電腦駭客破解上百種價格昂貴的正版軟體 並透過個人網站和電子信箱廉價出售 因侵犯版權罪和通訊詐騙罪 11日在美國被判處12年監禁 大陸製造的新舟60型客機 6月10日一天內在印尼與緬甸兩度出現事故 明天國營航空公司下令 即下中國大陸西安飛機工業集團 製造的新舟60型客機全面停飛接受檢查 在浙江省室有海洋牧場稱號的樂青灣 曾經是浙江主要貝類海船的養殖及苗種基地 更是當地主要漁場 不過今年重工業發展 上游的電鍍廠等排放重金屬沸水 超過八成的近海海面受到污染 變成了海上垃圾廠 正在美國訪問的香港特首梁振一 被媒體問到這次訪美 有沒有和美方官員討論史諾敦事件 以及美方是否要求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協助 梁振英拒絕評論 梁振英原定會晤紐約市長彭博 後來被突然更改時間 而且並沒有通知媒體採訪 據傳與史諾敦事件有關 新唐亞太電視 中立報導